原标题 周亚夫为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 立下赫赫战功 为何最后被汉景帝打入冷宫 话说 景帝为七国之乱 头疼不已时 想起了先皇之言 天下有别 可用周亚夫为将 于是他赶紧任命周亚夫为平乱大元帅 最终顺利剿灭了叛军 周亚夫是西汉的传奇人物 他乃名门之后 是太尉周伯之子 周伯是最早跟随刘邦干革命的元老人物之一 在推翻暴秦和楚汉之争中 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特别是在诛灭吕诗义渡中 他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可陈平被汉文帝视为左往右臂 周伯死后 他的大儿子周盛继承了爵位 然而周盛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在权力宝座上屁股还没坐热 就犯了是被免了职 念及周伯的功绩 汉文帝封周伯的二儿子周亚夫为条侯 周亚夫遗传了父亲几乎所有的优点 他能争善战 用兵如神 汉文帝六年不安分的匈奴 在一次入汉朝境内打古草 一时间边塞风云四起 文帝也不是等贤的主 他马上从朝中精选出三位将军 在荆棘附近的坝掌 吉门西柳一带结冰驻守 构建起了品字形防御体系 为了笼络人心 古武士气 文帝不顾风尘仆仆 深入的这三处军营进行调研 到了坝上 吉门 两营的主帅都举行了十里家道相迎的隆重仪式 看到汉军兵强马爽 雄啾啾气昂昂的精气神 文帝很是高兴 脸上盛开了一朵朵花 然而好景不长 很快他脸上的花变凋谢了 因为他来到西柳未问时 却吃了闭门羹 而做出如此大逆不到之举的人 就是西柳营的营攘周亚夫 但见西柳营剑拔弩张 严阵以待 一副如林大敌的模样 文帝想进去都被士兵拦住了 他自曝身份 营卫却说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我等只听从将军的命令 不听从天子的照列 文帝最后没折扣 只好取出代表身份的府 结交给营卫 让其代为通报 周亚夫这才传令开门 到了内营 只见周亚夫身穿铠甲 手持配件出来相应 见了文帝也是稍微欠了欠腰 说道 臣以军力接甲 望陛下勿怪 文帝见状大为感动 在表达慰问之情后 立即打道回复 他刚退出营帐 西柳营立马关闭营门 又进入一级严守状态 文帝忍不住感叹道 这才是真将军啊 后来 匈奴被逼撤军 各路人马 依次撤回后 文帝对周亚夫赏识有加 视他为国家栋梁 再后来 文帝突然染息 并入高荒之际 给景帝留下了天下有点 可用周亚夫为疆之言 顺利帮助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 俗话说 圣级必衰 周亚夫达到仕途的顶端 全力的高峰之后 随之而来的是不可抗拒的衰退 他过度插手黄家内势 本意是为了大汉江山着想 但实际上却犯了黄家大忌 黄家的事你不要乱说 说来说去也说不明白 黄家的事你不要软插 插来插去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周亚夫插手黄家的事 主要有两件 第一件是立储之事 在立储之事上 周亚夫的态度很明确 坚决反对费长利友 早在汉景帝对刘荣下达费太子书时 他便是反对最为激烈的两人之一 另一人是斗鹰 但当时铁了心的汉景帝 采取的是快刀斩乱麻的方式 没给他们夺废口舌的机会 然而固执的周亚夫却还是固争执 最后景帝盛怒之下 开始对他输入 第二件事 招降之事 汉景帝在平定七国叛乱后 很快又迎来了一桩大喜事 北方匈奴王徐鲁等六王投降汉朝 这是一件几掌连面的事 景帝自然很高兴 高兴之下 他打算封六大将王为侯 想通过这种善待强降的方式 诱惑更多的匈奴王和士兵归降 封匈奴王为侯 陈坚决不同意 在这个结果眼上 周亚夫站出来投了反对票 周爱卿 既然你不同意 那就请说出理由吧 景帝强压着怒火说道 他们拥有自己的国土和柱子 却投降别国 这是不忠 他们弃自己的妻儿家小于不顾 只顾自己的虔诚 这是不孝 我们如此厚待他们 这不是人 而是不忍 我们如果封他们为侯 这不是义 而是不义 是想想 这样下去 以后 我们还怎么来约束自己的臣子 惊中报国呢 周亚夫 你只懂军事 不懂政治呀 景帝在心里看着 这一次 他没有再给周亚夫面子 而是直接回绝道 忠孝仁义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你的意见请恕朕不能采纳 说完这句话 景帝封学奴等六人为猎侯 说完这句话 景帝彻底把周亚夫打入冷宫了 周亚夫为了给景帝一点颜色 瞧瞧 以身体有养为由 请求辞职 再加安心养病 景帝为了给周亚夫一个下马威瞧瞧 索性回复他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既然你身体暴揚 那就再加安心养病吧 你成 像的植物由别人代替好了 在后来 一介不一的周亚夫以绝食的方式 来表达对景帝的抗议 结果被活活的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